大家好,我是周老师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眼睛很脆弱 所以眼睛一定要好好保护 眼睛有什么问题 就会容易引起势力下降 视神经衰退 严重的甚至会失明 所以保护眼睛是必须要做的 比如说我 我现在是近视了 我的重点就是要保护好现在的势力 避免近视度数 再加深 现在很多人用眼 都是过度的 导致眼睛一直处于疲劳的状态 时间长了 对视力肯定有影响 顺便向大家分享一个 很简单的 保护眼睛 缓解眼睛疲劳的 血位疏通方法 大家平时感觉眼睛累了 可以做做这个疏通动作 在我们大拇指 这里 有三个对眼睛很好的穴位 它们分别是明眼 大空骨 凤脸穴 这三个穴位 能够调理和眼睛有关的问题 刺激的方法很简单 用另一个手的拇指指甲 力度适中的 刮这三个穴位 每次刮五分钟 做完一边再做另外一边手 有些人眼睛不好 刮完 可能会出水泡 这个是正常的 不用担心 每天做两到三次 可以帮助明目促进 也不血液循环 保护我们的眼睛 好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庄老师 黄芪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草药 很多人平时都喜欢用黄芪来泡水喝 那你知道黄芪泡水喝的保健养生的功效 有哪些吗 它有哪些副作用 好 下面告诉大家 首先说它的保健作用 黄芪泡水 带茶饮可以起到补气 生养 异胃 顾表的功能 比较合适 气虚的人 这类人多汗 同时 往往是体质虚弱 容易疲乏 气虚多汗的人 用黄芪泡水做 日常保健养生 是比较合适的 它的副作用就是 如果 应虚 又或者湿热的人 喝了 会加重症状 还有肾脏有疾病的人 也不能喝 那么这类人 可以用我们身体的穴位 替代黄芪 下面向大家分享一组 经验配穴 可以替代黄芪 补气 顾表 第1个是 核骨 它在我们的手下 在第1 第2 脚骨间 帮第2脚骨 摇侧的终点处 就在这里 脚的位置 我们稍稍用力点住 然后做逆时针点油 脸额骨 可清晰分支热 热清表固 而汗止 左腰穴各点按5到10分钟 第2个是腹溜 它在小腿内侧 太膝直上2寸 太膝在内怀肩和脚跟肌肩之间的凹陷处 这里是太膝 再上三横指 就是腹溜 找到位置 稍稍用力点住 做顺时针点油 腹溜 俗胜经经穴 补脂可温肾生羊 胃外固表 左右穴 各点按5到10分钟 好 以上这个配穴 可以很好的帮助 不适合用 黄芪泡水喝的人 坚持点按 就有黄芪生羊固表的 养生功能 好 本节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卓老师 在我们五脏中 肝 心 脾 肺 肾 胜 胜 胜 身为先天之本 主骨 生水 主发育 主生殖 再有很重要的地位 如果你经常感到 手脚冰凉 腰背发冷 大多是由于肾羊不足所引起的 身为先天之本 身为先天之门 生命之门 如果肾羊虚衰 温序 人体的功能下降 就会出现 以上症状 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只用一胶 就能让你 羊气十足 肾气充沛 这个方法就是 还羊窩 这是道家经典的 养生方法之一 下面我向大家演示 具体的 操作方法 玩羊窩的具体做法 我们平躺 然后呢 全身放松 呼吸 均匀 然后我们两脚 脚心相对 脚跟尽量往 会阴处靠 接着我们双手重叠 放在 小腹上 也就是单天的位置 就这样保持这个状态 呼吸均匀 全身 放松 有些 长期失眠的人 这个大脑 杂念比较多 那么我们在做 还羊窩的时候 心中可以 窩数数 心里窩数 123 4 这样就一直数到100 这样窩数数字 可以帮助我们 集中精神 同时 可以控制 大脑的杂念 让我们可以更好地进入 一个放松 有利益睡眠的状态 很多人 刚开始做这个 姿势时候 不习惯 因为这样会拉到 大腿内侧 会有拉紧的感觉 但是 正是因为拉伸了这里 对肾才好 因为肝肾两筋 都从大腿内侧通过 对练 肝肾功能 最好的办法 就是 把两腿分开 劈恰开 进行拉伸 这个动作 就能很好地 拉伸了大腿内侧的肝肌 和肾肌 肝肾这两条经络 是紧密相连的 这两条经络 一定要一起锻炼 才会协调一致 才能起到更好的 补肝肾的作用 大家如果觉得不习惯 坚持做一段时间 就会觉得 非常舒服了 好 除了 这样握 还有一个姿势 是 混褶握 它与还羊握的主要区别 在于手的 姿势 还羊握是把手 放在腹部 混褶握 要把两手 食指交叉 放在头顶的 百会碎处 我们平时 提升肾气 可以先做 还羊握 10天 然后换 混褶握 然后再做 还羊握 这样依次 类推 如果是身体 虚弱的人 建议 单独做混褶握 因为这类人 羊气 抗胜 还羊握 为引气 下行 好 以上就是 经典的 还羊握 养生法 男女 都可以做 对肾脏养生 非常好 今天的内容 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卓老师 秋天是 容易多愁善感的季节 在秋天 原来就有些 干气郁节的人 如果没有及时 疏导干气 就容易加剧 郁节 情绪 就会容易 暴躁 或者 容易低落 人就会爱发脾气 心情老是不痛快 时间一长 容易面色暗黄 黄河帮 入睡困难 长节节 增生 食欲 减弱 等等 反正 整个人的气色 都不好 而且对女人的子宫 乳腺 都非常不好 今天向大家分享一个针对 干气不输的 两个方法 第一个动作 开脏汇穴 我们五脏之气 都在干净的 脏门穴交汇 脚脏门 我们先驱脚 扎着肋 脚尖所指的位置 就是脏门穴 我们这样 脚到脏门穴后呢 用 全面关节 就这样顶住脏门穴 然后就放松 肩膀 前后的 自氧摆动 好像上翅膀一样 这样就可以非常好的 刺激到 脏门穴 时间 每次 五到十分钟 脏门穴调理 脾脂虚症 和肝脂虚症 效果很好 第二个动作 推地筋 修复肝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推地筋 我们把枣脂 凑起来 这里呢 就会现出一条筋 这条筋 就是地筋 可以非常好的摸到 找到了地筋 我们就用手指推 稍稍用力的推 地筋用途极广 但是有些人 但是有些人却找不到它 推这个地方的时候 会感觉这根筋 远若无力 塌陷不起 这样的人 通常是气血不足 睡不下行 一定要坚持把它推出来才好 你有些人 地筋很粗硬 推起来 感觉很痛 这就说明肝火旺盛 肝气郁节 所以更要坚持推 把这条筋推远 推为有弹性 肝气自然就会疏到开 好 以上这两个动作 可以很好地疏通 我们的肝气 特别是女人 一定要把 郁节的肝气 及时排出去 肝气 舒畅了 肝的功能 就会得到提高 对失眠好 对皮肤好 对乳腺好 对子宫好 好 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